台湾市今天下午的秀会焦点 这一幕则是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领口路段 在今天清晨那么一起死亡车祸 警方要进一步调查厘清 发现的是二度事故惹的祸 还原到底发生什么事 一开始这台车准备要切入内线道 结果发生了擦撞 所以当下脱掉车赶来 要准备把事故车辆给调走之际 没想到后方出现第三台车 第三台车反应不及 所以直接往前追撞 最后造成了驾驶送医之后 宣告不至 而另外这两名乘客则是受伤挂彩 而车祸现场画面 我们带大家一起直击 大兵消防队员在国道上 把一辆黑色轿车团团包围 试图救出里头的驾驶情况 好紧急 好不容易把人救出来 放上单架紧急送医 这是二十九岁的王姓驾驶 很不幸的他送医之后 还是宣告不至 但这起车祸怎么发生 原来这是二次事故 脱掉车准备要作业 又被王姓驾驶撞上 结果让他自己命上国道 两起车祸发生在国道一号 南向三十八公里处的林口路段 凌晨四点四十一分 一开始是四十八岁的郭姓女子 开车想要往内线道切入 结果擦撞了隔壁轿车 酿成车祸 正当拖掉车赶来 要把两辆车拖走时 二度车祸发生 王姓驾驶送医不至 车上两名女乘客 一人头部撕裂伤 右脚骨折 左脚擦伤 另一人则是头部也撕裂伤 送医治疗没有大碍 国道上发生追撞 一度造成现场大回堵 直到清晨六点零八分 才排除事故 而这回地体车祸的两名驾驶 纠册值都是零 至于二次车祸的王姓驾驶 为何会追撞脱掉车 原因还要厘清 他的纠册值 也有待香烟结果出炉 才能揭晓 知识无线无上线 新闻是报道